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個全新系列《精靈知識6》 這個系列主要是想講講有關精靈的小知識 今天要講講的精靈就是人稱大空殘 官方都曾經為他寫過一首歌《鯉魚王》 鯉魚王身體是紅色 口邊有兩條鯉魚的鬍鬚 身體上下都擁有黃色的魚棋 原型是一條鯉魚 先講一下鯉魚王如何被人稱為大空殘 由於鯉魚王的進化是鯉魚龍 與未進化的鯉魚王的實力有極大反差 而鯉魚龍的分類是兇惡的精靈 所以鯉魚王亦被因此稱為大空殘 講到最弱的精靈肯定是非鯉魚王莫屬 一般情況下鯉魚王最多只能學四招的技能 而且四招技能當中更加沒有他的水是本屬技能 在初版的紅綠圖鑑對鯉魚王寄載了一句話 力量和速度都不太行是世界上最弱最可憐的精靈 由此可見孤方都公認它是最弱的精靈 但只要它經過進化就會變成龍 鯉魚龍 為什麼鯉魚會變成龍呢? 這樣的進化設定其實是基於古代的神話鯉魚躍龍門 相傳由於黃河河水混濁 一般的魚類很久能夠生存 只有鯉魚可以生存良好 亦由於長期在黃色的泥水黃河生存 令鯉魚身上有著黃色的鯉片 後來古人發現春季的時候 這些鯉魚會逆流而上 但亦由於瀑布的水流急速關係 沒有魚類能夠登上龍門 後來古人想像 假若這些鯉魚能夠跳過龍門 就會變成龍而離去 細心的朋友可能已經發現了 官方將以上的故事內容作為鯉魚王的設定 包括有第一個 鯉魚的強大的生存能力 這個作為鯉魚王的設定 在一個混濁的水都可以生存 第二個 在黃河生存金黃色鱗片的鯉魚 大家可能都知道 鯉魚王的色圍是金色 所以這裏都是用了金黃色鱗片的鯉魚 第三個 當然最後就是逆流而上進化的設定 這個設定其實比喻為 只要逆流而上發分圖強 再弱小的精靈都有出頭的一天 也比喻為鯉魚王 只要再細心培養的話 他最終都有出頭的一天 而不再是弱小的鯉魚王 以上就是有關鯉魚王的設定和知識 我們下次再見 再次再見 4 4 4 5 6 7 9 感谢观看